这期给大家讲讲国内的非常有名的财经作家 也算是我的朋友 过去的乃网交道比较多的吴小波老师的微博账号被禁言 频道公号频道多日未更新 完了以后微博的发布了官方的公告 称这个大V5什么什么播 通过炒作失业率散布抹黑证券市场发展等负面有害信息 发布公计否定现行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内容 应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受到永久的禁言处理 哎哟呗 哎呀 小波兄终于微博也没法玩了 比我同样被国内的有些人称为财经作家的苏某人 整整晚了十年 十年前呢 我的微博被彻底封杀 我也呢 被这个微博的公告审判过 是吧 从此就失去了微博的平台 其实我的微博的粉丝不多了 跟他比肯定差多了 因为我一直以来就被微博盯得很死 完了以后呢 也有好几十万粉丝 靠微博经常发一些小广告 一个月要挣几万块钱呢 从此以后就失去了微博 如今呢 这个小波兄的微博也 没有了 这个 这个什么来着 这个官方的公告啊 其实蛮吓人的 你仔细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炒作失业 是不是散布抹黑 什么什么什么 证券市场信息 完了以后 就什么 发布攻击否定 什么 攻击否定现行政策 什么什么 违反相关法 这等于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共产党 统治下来的土工中国 他一般栽赃一个人的话 他有两个词吧 叫反党 反政府 反社会主义 是不是 那基本上现在又是什么呢 就是 并没有说吴小波反党 但是反政府是妥妥贴贴的 反社会主义也是妥妥贴贴的 基本上就已经到了这个高度了 所以我是为我们的老朋友 吴小波老师一声叹息 十年之后也 也不再被有发言的渠道了 所以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 这个吴小波老师 用他的这个毛笔字 写了一句诗 敢诗花见泪 恨别了惊心 我看到了以后我就摸着我的这个胡子一笑呀 怎么 笑什么呢 唉 笑 迟了 真的迟了 这会知道是恨别了惊心了吧 这会知道是敢诗花见泪了吧 有点迟了啊 有点迟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离开中国的准备 吴小波老师啊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迟了 因为共产党习近平他们这些人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首先打掉的 我说过无数次的 我再说一遍 首先打掉的是那些个有着巨大的思想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比如说这个毛于世啦 比如说贺卫方啦 那这些人 他们是第一波被躺枪的啊 这个就早早早早我大概两年吧 就被干死了 然后呢就轮到我们这样的 在毛于世老师身边这个游走的 二三流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是不是也被拍死了 但是有那么一批人 一直呢很聪明 非常的聪明 他们自认为在共产党的这个严酷的管制之下呀 能够游走于江湖 是不是 同时也游走于庙堂 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协调和平衡的能力 我是没有 所以我这个人下来就是说话 我就把它说彻底 完蛋以后你不让说老子去滚蛋 就这么简单 我不愿意搞得太动脑就没意思 但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对自己的一种能力的评估 觉得自己可以同时游走在朝廷和同时游走在市场或者江湖之间 是吧左右逢圆也哪有那么简单 习包子这个人上来以后啊 他先是一批这个不听话的人被干死 接下来呢还没干死的人 你必须要表态 你必须要完全支持他 你表态你表态慢了以后也不行 你稍微有点你的个人的判断也不行 所以小波兄呢应该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啊 我呢也不敢说跟他是朋友 但是我算是还是蛮了解他的 他是一个有着比较浓厚的这个人文主义气息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同时呢他是一个非常的接地气的啊 有着这个公司运营能力的这么一个市场化的这么一个企业家啊 我称之后他是企业家 就是小波成名很早 因为他对市场对企业对中国的经济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式的理解 所以呢很早就报的大名 完了以后后来又是与世俱进 是吧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站立着时代的高处 是吧都是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离开了中国 就离开就失去了巨大的市场 失去了机会 不像我们这些人脑袋一根筋就一同瞎蒙 是吧 但是问题即便你这样你也不像 你也没有生存的空间 为什么呀 因为时代真不一样了 时代真不一样了 过去是江泽民是不是 过去是胡锦涛 过去是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 现在是谁 现在是习近平 真的 中国的政治的途径是一天比一天难 像奴才选奴才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你作为公共知识分子 你作为企业家 你作为有着人文主义气息的知识分子 你在中国是不可能狗权于难食的 不可能 是不是要么你就闭嘴 要么呢你就走人 就跑路 没有第三条道路 是不是 所以有人就说了啊 土工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一届有一届的领导人 一个一个的都是独裁者 毛泽东是独裁者 邓小平是独裁者 江泽民是独裁者 胡锦涛 那肯定是独裁者 习近平也是独裁者 为什么大家都恨习近平呢 因为习近平第一 他妈的没文化 是不是 什么叫没文化呢 是不是 什么通商宽衣啊 什么仪式气质啊 这都是一笑话 都不重要 没文化的人 他就不讲道理 你跟他讲道理 你说秀才遇到兵 有你说不清 你这会儿说自己赶石花剑的那恨别了 我惊心 他一掌拍死你 是不是 你跟我搞这些磨磨唧唧的小小文艺枪要干嘛 是不是 你还不服气吗 我再拍你一掌 他没有意义的 秀才遇到兵 有你说不清 这是中国社会最牛逼的这个古老的格言 是不是 你跟他说道理没用的 因为他太没文化了 但凡有一点点文化的人 他都不会搞成这样 那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越没文化的人 他他妈的野心越大就麻烦了 他如果没那么大野心也好 所以习近平是一个叫质大什么财书 是这么一个人 你遇到一个有的领导人 像胡锦涛这种面太阳 他没什么太大的野心 他就想看好共产党的家业 就想让共产党的都赚点钱 他没什么个人野心 太多的野心他没有 是不是 这种人呢 如果在台上你是有日子过的 我说我无数次如果胡锦涛 文家宝的这个政策 继续在中国实施的话 我这种人是不会离开中国的 离开中国多不好啊 没什么意思的 是不是 你也不愿意在那里扯油管呢 我在中国写点文章 赚点钱 做点这个网红 是不是 我一样的做得很好的 赚点钱一点都比现在少 而且的话还能够出去找小姑娘签名 还能约炮啊 多舒服呀 是不是 所以时代变了 上面的人变了 中国奴才选奴才 一代不如一代 你小波兄 你再聪明 你架不住胡锦涛 架不住习近平这样的难人 没办法的 哎呀 所以也是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 中国就这么一个社会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是不是 现在也不是最后的时刻啊 我觉得刚才说过啊 现在就是你要么你就闭嘴 要么呢 你就是走人 以我对 吴小波的了解啊 他应该是不大会走人的 虽然他可能也安排好了他的财务计划 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浙江人 我跟你说啊 做生意 那绝对是一把高手 尤其是吴小波 他不仅仅是浙江的 有着与生俱来的 做企业家的禀赋啊 而且他有着很好的知识的训练 很好的人文主义的世界 他跟温州的宁波的 那些个土豪企业家 他这么不一样啊 这么不一样 所以你越是这样的人 你越要控制住自己的内心的 这个常识的 这个起伏啊 你要么就闭嘴 要么就走人 所以我相信 温小波肯定是已经安排好了 他的所谓的全球财务风险的这么一个分散的计划 至少他的后人啊 他的孩子们一定是安排好了的 但是自己能不能出来呢 是不是就很难说了啊 我相信他也是没打算出来啊 这个中国有一些一个知识分子都像他这样的 世代父亲 我称之为世代父亲 我在写这个 大历史看企业家 我后来把它改成叫做 中国企业家的五种商业模式 是不是 五种模型 其中有一种知识分子叫世代父企业家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先天下之有而有呗呗 后天下之乐而乐呗 就这种是不是 治国平天下吧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让他们离开中国 他们是不大可能的 像余建荣也是这样子的人 余建荣天天游走于江湖 是不是在民间生存 给人家算命 给人家起名字 算八卦 是不是 他就说 我是不会离开中国的 我就脑死在这里 好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子的 这种情况 它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你不能说他好 你也不能说他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在中国你是没有退路的 退无可退 你开始可能有一步往后退 退再退一步往后退 退到最后 你会发现没有退路 后面是一堵墙 或者后面是一个悬崖 你再退你就说一下去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任何时候中国人跑路 都是最正确的决定 尤其是有钱人 你有钱 你有条件 你也有情怀 你不跑路干嘛 那是不是 所以我强烈建议 还没跑路的有钱人 有知识的人 有钱的 两种就像吴小波这样的内心的 要给自己制定一个 别开生命的计划 是不是 就赌 耗死习近平 先出来 积攒自己的知识 积攒自己的才华 积攒自己的财富 等习近平死了 是不是 再回去 再继续图谋 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事业 那只能这么干呢 是不是 说不定你马云 或者吴小波回去 有一天你还能够 进入庙堂之高 是不是 这当年吴云荣 荣一人可不就是这样子的吧 吴小波是被国务院的总理 李克强请到中南海开会的 算是共产党 清点的专家之一了 又能怎么样呢 如此而已了 谢谢